大家好 歡迎來到這個協恩的Batman Channel 今天為大家講解的就是這條DSE 2020PayPal 2第27條MC 事不宜遲 先看一看題目 Equation of Circles 分別是C1和C2 Equation是2x2y2x4xy-149等於0 這個版本已經是陰傻的 因為最前面有兩個2 所以為何要全式隨意 小心點 變回Def Form 還有第二條C2x2y2x-8x-20y-5 分別地 respectively 他就問你which of the foreign is 或是true 好 以下有三個option 看看是甚麼 第一個option就是問你C1的C2 不知道 第二個option2就是問你 Radius of C1和C2是否Equo 這個好像比較容易計算 不如我先計算這個 至於第三個 這個比較麻煩 就是問你C1和C2是否index at 2 distinct point 好吧 事不宜遲 這個是在玩...不過說真的 第三個option就是在玩兩個圓之間的焦點 在我六市 Chapter 9 中 我也有講過 有五個Case給你 以為是其中一個Case 好了 事不宜遲 拿單字出來再說 由於時間關係科技都先進 放定題目在這裡等你 大家節省時間 我先做的 先做第二個option 好嗎 第二個option 我在這裡做 我究竟看它正確 它有提及過C1的Equation 用藍色去寫 好嗎 就叫做2x2次 再加2y2次 再加4x 再加8y 再減149 就等於0 老老實實 擺明已經是陰傻 為何我這樣說呢 我退了一點 為何我說是陰傻 因為剛才我都說過 這些位置全部有2 你就死了 因為這裡要的距離是1 距離是1 距離是1 x2次和y2次 對嗎 因為圓的Circle equation 是x2次加y2次加dx加y 加f等於0 所以頭兩個位置應該是1 所以我不如全息除2 全息除2的成分下 這個就是x2次 再加y2次 再加2x 8除2就是4 4y 這個又說可以 沒所謂 149 超2 等於右手邊 0除2就是0 所以不用理會 OK 所以順帶這樣說 換言之 現在你從中會看到 C1 即是藍色圓 和藍色筆 C1 根據公式 就是-d除2 即是-dd就是2 -2除2 所以這裡會出 -1 C1 C1 就是-e除2 DE分別就是 D E F 所以-e除2 即是-4 再除2 -4 再除2 即是-2 至於 Radius 就是-s 其實是甚麼來的呢 根據公式 就是把兩個中央的XY位 二次方加起來 即是-1 二次加-2 兩個中央的XY位 二次加起來 再減回F F就是這裡 再減回F 當然 小心翼翼 還有一個開芳筋 你漏了開芳筋 你這條也錯了 可以嗎 所以我給你一個開芳筋 所以其實在這裡 如果你按了血肌 我特地刻意 裡面也很噁心 那我就不弄散它 就是-159 就-2 整個開芳筋 我照樣放在這裡 那我就割開螢光幕 它 我想在螢光幕的右邊 這裡 我用虛線 C2 不如我用虛線 C2 好嗎 C2 C2的幾乎 就正常很多 X二次加Y二次 就-8X 再-20Y 再-53 等於0 好人一點 正常很多 因為沒有伏位 這兩個位都是X二次加Y二次 沒有2在阻礙你 不用全式除2 所以我們馬上看 C中間 可以看到 即是現在我們會看到 這一堆東西 不如我寫好一點 解一行 對位 C中間 在這裡是-D除2和-E除2 -D除2就是-8除2 所以在這裡是-4 還有 C中間的Y位 就是-E除2 就是-20 再-2 所以這裡出就是-10 好 接著的Radius 好 那Radius 這個半徑 根據公司 我剛才都用過 就是C中間的XY位 2次加起來 就是-4 2次再加-12次 再加-F F 就是-53 接著就整個東西的- 開方巾 所以出來 如無意外 你按機 裡面的東西 按完就是-169 即開方巾-169 你再按機 其實這個是-13 OK 所以其實第一件事 他問你 喂 究竟 Option 2 這裡問什麼 那兩個Radius CSC2的Radius 喂 這個都不是 你按完機之後 這東西 都比較噁心 我幫你按一次 好嗎 就是-159 除2 整個東西 開方巾-8.9幾 這東西是-8.9幾 段股也不等於-13 所以其實就是- 換言之- 第二個Option 是錯的 所以可以 拜拜 可以嗎 那接著 偷一點點位置 繼續在下面做Option 1 給你 Option 1 在這裡 Option 1 它問你什麼呢 它就說 C1 是不是Line on C2 C1 在這裡 是不是Line on C2 所以其實就是- 不如這樣說 我就馬上來試試它 如果它真的Line on C2 我們先進去看看 應該是左方會等於右方 左方會等於右方 左方會等於右方 所以我就會告訴別人 C1 所謂C1的中心 就是-1-2 就是這個 OK 就into 進去C2 那裡 我們就濕進去 紅色的比例 測試一下 那是什麼意思呢 中文的同學 就是把-1-2這一點 就代入C2 即是這條色 那如果我們代入去 即是陳歸陳套歸套 在這個 pendant下 氣候 當 X1 在-2 所以它真的是什麼意思呢 就是用於 light 演練 先去拷root 按下去 可以看到 這個是-1的2次 X是-1 的2次 就是y y是-2 整個東西是2次 再減8XX就是負1 再減20再乘Y Y就是負2 再減53 如果這個東西按機按出來 它是0 即是跟右手一樣 整件事都碰到 所以這裡按出來 負1的2次就是正1 負2的2次就是4 負得正8X1就是8 負負得正就是20X2 即是40 再減53 按所有東西 如無意外就是0 等於右手 對吧? 所以即是換言之 或者我寫好一點 按錯仔 不好意思 先拆掉 那麼 右手 講明 我顯示就是右手和右手 大家都是0 由於我也這樣說 就是 右手 都幾明顯 就是右手 所以 我們就得出一個結論 根本上 那個 像他所說的 那個 Center of C1 即是 負1負2 這些點 就是Line on 紅色 C2 給你足夠卡拉利 方便你溫輸 當然 換言之 第一個option是正確 對不對? 可以嗎? 明白嗎? 如果可以的話 我們不太夠位 這個叫做 Page 1 我再多開一張新紙 再做option 3 開下一張新的單紙 這個叫做Page 3 在這裡 我都留定條題目給你 還有option 3的圖 option 3的圖是什麼呢? 現在就說有兩個圓 一個叫C1 一個叫C2 他問你究竟是否 Intercept 相交於 Intercept 對嗎? 就給你一個卡拉利 是否相交於兩點 Intercept at two distinct points 所以 其實 我就當現在這個藍色 是C1 我當紅色這個圓 就是他所謂的C2 好嗎? 而事實上 他兩個的中間 分別就是 藍色這一點 就是-1負2 剛才在前頁就算過 還有就是 他的中間就是 40 剛才在前頁也算過 好了 他們是否相交於兩點 如果是的話 就是粉紅色這兩點 是不是? 那 如果真的是的話 那到底發生什麼事? 那我就有個想法 如果真的是相交於兩點的話 他們的半徑 就是藍色的半徑 我叫R1 就是這個 而紅色的圓的半徑 就是這個 理論上 他們的相交 把這兩個半徑的距離相交 是否會等於 會是小個 綠色這條虛線的長度 而這個 綠色虛線的長度 其實就是 這兩個中間之間的距離 對吧? 所以現在言下之意 即是你叫我去做什麼? Option 3 叫我去試一下 他們兩個中間之間的距離 是多少 還有就是兩個 相交是多少 然後比較一下他們的長度 對吧? 所以其實在這裏 即是我現在就這樣想 拿綠色筆 我先計算綠色的虛線長度 這個長度就是 Distance Between The Center Of這個的藍色 C1 And 紅色的C2 OK? 他們的 或者我寫得漂亮一點 C1可以放在這裏 都夠位的 And C2 不要這麼 孤寒 對吧? 如果根據公式 Distance Between Two Points 即是兩點之間的距離 根據公式就是 X2-X1 的2次 再加Y2-Y1 的2次 再加Y2-Y1 再加Y2-Y1 所以X2-X1 我就當作4-1 即4加1 整個東西2次 再加Y2-Y1 就是10 再加Y2-2 即10加2 整個東西2次 這裏再加Y2-Y1 好 你不難發現 如果你這樣算一下 這個也是169 開放跟3 按了裡面 就是169 最後這個就是 13 OK?行不行? 在這裏 我們繼續拿 不如我轉回去綠色 不好意思 忘記轉回去綠色 是 再寫一個 我很快就寫 就是 4加1 整個東西2次 再加這個 10加2 整個2次 再開放跟 即是 它等於 169 裡面是169 整個開放跟 即是13 所以其實 換言之 現在綠色線的長度 虛線的長度 其實就是13 我按這裡 這個綠色線的長度是13 虛線的長度是13 兩點之間的距離是13 兩個中央的距離是13 那是什麼意思? 我現在要比較一下這兩個 藍色的 就是什麼? 不如我這樣寫下 我們先看看 the sum of the radius of c1 and c2 會等於什麼呢? 剛才在前面計算過 如果藍色的圓圓圓圓圓圓和紅色的圓圓圓圓圓 分別是什麼呢? 現在揭回到前面看 你會看到 藍色的 radius 就是這裡 就是開放跟 159 over 2 即是8點多 另外這個 紅色的 radius 就是13 所以其實我也會放下去 其實就是 159 over 2 整塊的開放跟 就是藍色的C1圓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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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圓 黃色的虛線的長度 即是他們兩點之間的距離 兩個中央之間的距離 其實是小時候 那兩個radius 就是21.91627725 即是他們兩個radius之間的距離 加起來的距離 所以其實就是我有一個觸覺證據告訴別人 C1和紅色的C2 藍色的圓和紅色的圓 就會是 intercept Add to distinct point 即是第三個option也對 所以正確答案即是什麼 即是13 看看有沒有 即是1 1 2 3 即是13 正確答案即是C 只有1及3 1 and 3 only OK 可以嗎? 好了 看看大家今天有沒有什麼特別問題 放回詳細答案給你看 這個就是Page 1 即是Option 2和Option 1的詳細答案 好了 至於Page 2 這個就是Option 3的詳細答案 Option 3是比較煩的 OK嗎? 看看大家今天有沒有什麼特別問題 如果沒有的話 今天就到這裡 OK? 多謝大家今天的收看 希望下次有完的話 我們再見吧 拜拜